超漂亮 彩虹瀑布 五人生中吃過 燦寶拍名前三 哇 這裡是台灣嗎? 嗯 他怎麼會吸他? 我來 我也不敢去吃 你超漂亮耶 你超 哇 嗨,大家好,我是Vivi 嗨,好久不見 啊,我的頭髮 她是Eva 她是我的一個很可愛的妹妹 那我們現在呢,人在桃園的復興區 今天影片主題呢 就是要帶Eva來體驗一下 在桃園復興區的新原民文化體驗 我們兩個都很喜歡跨文化的東西 因為上次我帶她去了馬來西亞 她愛上馬來西亞的 真的 尤其是很記得印度廟 那我們今天來的第一站就是這裡 最近非常炒紅的打卡景點 就是超漂亮彩虹瀑布 但她Eva她就說 你要自己用你的眼鏡來看 一定要 才可以感受到這邊的 因為她一次拍個好看 就是一定要看這個眼睛看 這麼好看 然後等一下我們下餐就可以帶大家去吃 好吃的跟體驗很好玩的東西唷 Let's go 這裡好漂亮 這裡好漂亮 這裡是台灣嗎 這裡是台灣嗎 OK好的大家我們來到第二個景點 Witch我很開心 因為我們要吃飯啦 現在是午餐時間 那我們剛剛從那個瀑布到這裡 一路上 我覺得大家比較懷疑 那個路你走錯了 因為如果我自己開車我走到那個路 我也覺得我就是迷路了 但是沒有 它的路就是這樣 然後剛好我現在都在施工 所以路很小 有點窄 大家開車要小心 然後這路營區裡面 就有一個小小的廚房 叫獵人食法 然後等一下我們會在那裡吃飯 在吃午餐前呢 我們要自己來採西香料 這個啊這是我們原住民最常用的西香料 這是有赤蔥跟馬告 然後因為馬告季節過了 然後現在就是赤蔥 然後她要採它的時候要比較小心 因為她的臉 她的葉子後面 還有她的根 跟絲條這邊全部都是赤 根啊是紅色才有味道 然後上面那是白的嘛 它那個是就沒有味道的 聞看看這樣子聞 她說有一點像香茅 可是它比香茅還要更溫和一點 香茅不太刺激 哇喔 欸很多刺呢 真的 對喔 我們現在要去做我們的午餐囉 不是我做 給老闆做 不是你做嗎 不是 那我不會做 你們欣賞了 我們現在是可以吃的 是的 老闆 上菜 好 我們剛剛開始 那那個漢堡 剛剛那個廚師在做的時候 喔我的天啊 超大 應該有它那個手 來 我先吃第一口 還有喔 你超棒 沒有啦,你優雅 沒關係,好吃的東西不需要優雅 我告訴你,是我太餓了 不是太餓了,有感覺 就是真好吃的 它的醬 這個是一個真的很高 哇,它那個肉是 我可以知道它是用什麼肉做的 我吃不出來是什麼肉 是牛肉嗎? 我吃一口而已,雖然 但是我可以吃到整個肉排 每一個東西,一個東西配在一起 我覺得它醬是一個很重要 因為它的肉排給的夠大 所以整個吃起來很有那個肉感 你知道嗎? 一咬下去就是真口的是肉 就是在你的底部裡面 那麼紮實 我們下一道 哇 ok 有一點不知道要有什麼反應 所以漢堡就是 阿伯歐 對,阿伯歐 就是我們今天要做出 你可能太高了,不好意思 好,又來了 哈囉 等一下我要先稱讚你的漢堡 可以吧? Oh my God 我人生中吃過 漢堡排名前三 你看這是第一 感謝感謝 稍微介紹一下好不好 對,稍微 你們看到這五花肉啊 因為我花了四個小時前去烤它 所以你們大家可以先吃它 因為你可以吃到 那個不同時間出來的那個味道 對啊,然後還有我們這邊的 山民那邊的粗的筍子 然後香腸是我們自己手工做的 馬高香腸 對啊,然後還有一個比較特別是 我今天是做 斑木香菇的濃湯 就是讓你們配麵包吃 很多它裡面的辛香药 其實都是自己做 他們那個粉啊 烤肉醬啊 全部都是自己做 對啊,那你們就慢用 謝謝 他說要先開始做 對,他先吃這個 哇 哇 嗯 嗯 過過每一個東西 跟這個一樣好吃 太大了 我們就要爆炒 老闆 那個豬肉齁 因為那個油吃起來不油 它嘴巴就融化了 它的油脂是不會吃到膩的那種油脂 是 沒有誇張 好好吃喔 就是它肉的地方是脆的 然後油的地方是不膩的 很厲害耶 很厲害 很好吃耶 很新鮮耶 東西肉質全部 我要吃這個大肋排 你看 你看 一咬 就斷了 看 給他們看你會不會吃 好好吃 快來囉 這是牧羊的鹹派 然後這個我是用 我自己鹽巴的咖哩 吃幾種野菜啦 去做的 很好吃喔 至終味道很重 哇,好香喔 我覺得我們應該不用太多幾次 這個就是很天然的食材 很新鮮 大家自己來品嘗 因為今天兩個漢堡分這個 十分滿分的 幾分 一百分 真的,超好吃的 好,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專心的吃 接下來再帶大家去下一個景點 Let's go 好的,大家 我們現在 來開箱 我們的房間 我們現在來 剛 check in 太可愛了你 喔 嗨 嗨 那我們現在 我們今天晚上的住宿呢 要住 樹不老 露營區 我們來帶大家看 這裡怎麼是 烏烏蟹 magnific 你怎麼怕我 你沒來原本 然後上面 就是我們的住宿 這個 我們先帶大家去住宿 坐一下我們的住宿 OK, let's go 老闆說我們的房間是 最好的房型 因為來 超漂亮的 這裡 有桌子 椅子 就可以放在這裡 然後這邊 可以在這邊喝咖啡 早上 早餐有沒有 是不是太好了 這個我先給大家看廁所 廁所 廁所 很重要 大家乾濕分離 而且很乾淨 重點 請進 哎呀等一下我開燈 嗚啦 耶 然後呢 很冷靜 好,你要選哪一個床 我們可以做千刀手套 來 哪一個床樹就自己選擇 OK 你輸這個喔 對 剪刀石頭 這是真的睡覺 我在這裡睡覺 看到它的梳子嗎 OK 現在就睡覺了 其實我像坐檔面一樣 我們就直接睡覺好了 關燈 關燈 這樣感覺我很高 是啊 你很高 你看 你 不是很高 好的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這裡的咖啡棟 好,今天有這個大哥來跟我們導覽介紹一下 這是一個咖啡棟 我們來找它有沒有紅的 一起找 一起找,GO 啊,這裡很多 好,可以踩下來 看我紅色很漂亮 因為咖啡它其實是個水果 然後 你們猜咖啡是怎麼味道 咖啡就苦的啊 苦的嗎?確定 嗯,烘焙才會變苦 等一下它這邊有地對不對 擠出來 它嘴巴吸它 我來 我也不敢其實 但是 為了影片我可以 來 應該說苦的對不對 好,擠下去 什麼味道 滿甜的耶 要試看看吧 沒有 完全沒有 OK,好,那我們現在是要去烘咖啡嗎 我們準備要去烘了 Let's go 我們都不知道 桃園原料有那麼多漂亮的風景 我覺得我們今天只有遇見很passionate 就是有一個特別喜歡煮東西 有一個他就是做自己的咖啡 嗯 然後卻有一個他有非常好看的地方 然後他想跟別人的風說就是 這個地方滿好看的很舒服的 嗯,而且這裡就是這裡的原住民 它是自己經營的 他們就是很努力的去想要推廣他們自己的文化 然後他們很開心 讓我們知道他們做什麼 對 很熱情 就一直招待我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體驗還滿不錯 他們好像開始慢慢轉型 讓大家可以來體驗一下 對 真的能感受到老闆對咖啡是勤勇獨鍾的 因為整個烘焙的過程到眼磨 每個步驟老闆都非常仔細細細的講解 讓我們了解到一杯好咖啡的背後 除了老闆的愛 還隱藏著很深厚的咖啡文化 OK 我們來試試看我們自己磨的咖啡道具 嗯 陪它也不錯 是嗎 對啊 蠻好喝的 老師 妳要收學生嗎 不是 要收員工嗎 我沒有工作 五六日 五六日嗎 好 來桃園打工 可是怎麼樣 妳自己磨的咖啡 我是很喜歡很弄很弄很弄的咖啡 喔 是嗎 像Expresso那種嗎 你賣那個小顆 就是我們一到十二 然後我買十一的 所以我會很 真的很弄 所以對我來說 太淡 太淡了 真的 為了給我幫培子很深的 十一度 對 好的 謝謝老師 謝謝 歡迎來這邊玩 謝謝 好的 那我們今天一整天的半日 桃園復興區的體驗 就差不多這裡結束 你覺得今天的行程怎麼樣 很不錯 有學很多東西 是不是 想要來好好的享受大自然 我覺得這裡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因為第一這裡很靠近 就是不用走到苗栗還有什麼 就是直接來到桃園就好了 如果你住桃園更方便 直接上山就好了 而且空氣很清新 從山下到我們剛剛的住宿一路上 都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山景 而且不是那種普通的山景 可以看到很多層次 從左邊到右邊 每一個的山景都非常 對啊 這裡有 這裡有 對 而且我很期待就是明天早上起來 就是有看到雲海 所以就說 好 那我們迫不及待要上去跟世界隔絕 我們就要去享受我們的住宿囉 那我們影片應該就差不多到這裡 好 下次見 掰掰 每個月 下廢 賺房 舒服 下廢